秀林鄉水源村一年一度的春校聯合運動會 在中秋連假第一天舉行以熱鬧舞蹈揭開活動序幕 包括了社區的村民、家長還有全校90位國小 及23位幼兒園、原住民小朋友也趁著連假齊聚一堂 除了運動筋骨也藉由運動賽事交流村民的情誼 以原住民舞蹈為重點發展的學校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水源國小 在中秋連假的第一天舉行109年度 秀林鄉水源村春校聯合運動大會 全校90位國小以及23位幼兒園小朋友 在連假第一天充滿活力的進場 並以可愛的舞蹈暖場揭開序幕 我們可愛的小朋友要在身邊 要有一點點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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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運動會是由鄉公所煮飯 學辦大會室友 水源辦公處 我相信他們很認真獎品都很豐富 我希望村民多多參與這個賽事 我希望村民早上從校園 校門口進來到校園 學校是非常乾淨 我希望大家不要亂丟垃圾 我講了一年 我希望大家配合 我們是泰魯閣族的小學水源國小 今天10月1號中秋節 我們辦理春校聯合運動會 村子跟學校合辦 然後秀林鄉公所補助經費 縣政府也補助相關的費用 水源國小總共有90個國小的小朋友 23個幼兒園的小孩子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孩子 那我們學校發展的特色是舞蹈 所以在我們開幕的表演當中 我們增加了很多的舞蹈的節目進來 讓學校的特色能夠透過這場 很熱鬧 很部落 很親切的 春校運動會展現出來 活動除了帶來融合部落特色的精彩舞蹈 還有馬拉松 大小朋友的田徑賽事 區威競賽 熱鬧的拔河以及大堆接力 許多村民家長年輕人也都報名參加 趁著廉價齊聚 除了運動筋骨 也藉著社區運動賽事 交流活肉村民情誼 藉著長方艳熟林鄉報導 謝謝你 剛好 謝謝你的 謝謝你的 我是胡錦 我剛好 你剛好 我怎麼好 我好 你怎麼好 你看繩子 你剛好